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正在玩某个玩具 你会不会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这是我的鞦韆 星期天一大早 太阳才刚刚起床 小熊好高兴哦 因为啊 他抢到了公园的鞦韆 他非常开心的在鞦韆 荡荡荡的 这个时候小白兔蹦蹦跳跳的跑来了 小熊 借我玩一下好不好 我先来的 你要排队 没错 先来的先玩 于是小白兔非常遵守规矩 乖乖的站在旁边 太阳呢 慢慢的越爬越高了 不但只是小白兔 小碗熊啊 松鼠山鸡 鸭鸭还有小狗 也通通来到了公园 他们都想要玩鞦韆 可是小熊很高兴的在鞦韆上当 让我玩一下鞦韆行不行哦 嗯嗯 我先来的 先来的先玩 梁峰好舒服 小熊啊 挡得高高的看着大家排队 他觉得真得意呀 你还要玩多久呢 很久 可是我们也想玩鞦韆哦 呢 梁峰梁从上面滑下来 真是刺激 小熊看着他们笑得这么大声 他想一定很好玩哦 其实小熊也很想要跟大家玩溜滑梯 但是他如果离开了鞦韆 鞦韆就会被抢 那怎么办呢 不行 我要坚持到底 小熊虽然很想上厕所 也很想去玩溜滑梯 但是为了鞦韆 他屁股就扭过来扭过去 扭过来扭过去 哪儿也不去 当太阳来到天空最高的地方 大家突然听到一阵的哭声 那是小熊 小熊哭得好伤心哦 人家 人家想上厕所了 那你就去呀 可是 可是这是我的鞦韆哦 说到这里 小熊哭得更伤心咯 各位小朋友 你觉得小熊 会不会放弃他的鞦韆 去上厕所呢 这是我的鞦韆 我会不会放弃他的鞦韆